《孟婷的黄昏故事》 我呢?我都三十多岁了,现在信用卡欠了一身债,你们作为我的父母,不帮我还就算了,现在家里好不容易拆迁了,就打算给我买个破车,就打罚了吗?这样重男轻女,我不服。你有什么好不服的?父母自己的财产,父母有权自己分配,你管得着吗?再说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 二姐连个车都没有,也没像你这么闹,没教养弟弟。和蜜东美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毫不客气地顶撞他,你工作多少年了?给家里买什么东西了?你看看二姐刚工作,又是给家里置办冰箱,又是置办洗衣机的, 这时候,你怎么不比了?还大姐呢?一点不知道,让我们就知道,一味地和我们抢妈照我说车也别给大姐了,给了她也不知足,还不如给二姐呢?二姐多好!和蜜东拉着我,非要我表态! 二姐,你前几天不是还说没有车特别不方便吗?和爸妈说你要积极争取啊!她的口吻颇有几分恨铁不成钢,我便鼓足勇气,妈,我确实需要车,能不能也给我买一辆代步的? 二手的也行!一直耐心哄着姐姐的我妈,忽然火大,她吊高嗓门地吼我,你还嫌不够乱是吧?也来气我!不用再闹了,再闹谁也没有和蜜东毫不在意,笑嘻嘻的幸灾乐祸,没有好,都没有最公平,你满意了吧?大姐,咱谁也别争了,这样最好!和蜜春气得牙根痒痒!你当然是不急了! 没我们的,还能没有你的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希望爸妈什么也不给我们到最后都是你自己的!你说话和蜜春级的一个尽叫,一直充当背景版的沉默不语的我爸在我们家,爸爸偏爱和蜜春,妈妈偏爱和蜜东,谁都有后台!除了我,其实我是不想参加这样的家庭会议,除了戳我的心,没有任何好处! 只是和蜜东同我肯谈过,二姐,你不能总是这样闷闷的,不争也不强!你的想法不说出来,人家怎么会知道呢?老古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你总是这么懂事,就会一直被忽视,在家里受欺负,在外面更加会受欺负! 忍让是不对的,他教我奋起抗争,所以我没走! 爸妈给弟弟买房,给姐姐买车,那我呢?给我什么?爸爸皱眉,妈妈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你说什么?他很惊讶! 对,惊讶,因为我像来安静地和空气一样,从来不敢开口索要,尤其是这样涉及巨大个人利益的场合。 可是为什么我不能呢?我轻轻地在心里问自己,从昨天晚上,我听到父母私下的商量,看着那七青的月亮怎么也睡不着的时候,我想到小时候同样是生病,如果是弟弟,妈妈会急得落泪,抱着立马送医院。 如果是姐姐,妈妈也会把水和药拿到眼前,温声哄她吃下。 只有我生病了,会被妈妈狠狠甩一巴掌,说我是装病,说我是为了不上学。 爸爸问几句,他就气冲冲地把温度计拿给他看,你看他说自己难受,前胸后背疼,烧得厉害,结果不过是三十八。 八度而已,连三十九度都没上,在这装矫情什么,这不就是装病吗? 嫌我还不够忙,还不够乱故意折腾我可是分明不适的。 妈妈,我只是看到霓虹姐姐的时候那样温柔,心生羡慕。 我贪恋这样的温柔,所以下意识夸大了病情。 这种小孩子的撒娇落在我妈眼里,却是我从小就心思深的罪证。 可是姐姐和弟弟的撒娇,她却十分受用,她会把他们抱在膝盖上,一手一个地拢着亲亲。 这么大了还撒娇,妈妈真是不害臊。 我知道,我从小就不讨喜,姐姐阳光开朗,弟弟俏皮可爱。 只有我阴沉自卑,以前甄嬛传热播的时候,每次出现安令容的镜头,我妈都会斜瞥我一眼,暗戳戳的阴阳怪气。 我这种性子真是太讨厌了,好像所有人都欠她的。 我默默垂下头看自己的脚趾,她就会再补一句。 我们家也有一个安令容,她总是这样,好像不扎进我心里,她就很难受。 可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偏偏是我呢? 所以,对着我妈惊讶转愤怒的视线,我慢慢抬脸,声线越发肯定清晰。 同样是你的孩子,他们都有爱呢,我就不该有吗? 我爸什么都没说,站起身走了,只是摔门的力度让我清楚地明白他是生气了。 若是以往,我一定会紧张地追过去道歉,解释说些,我不是要和姐姐弟弟争,我也可以不要无尊严地软化。 可是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这么做。 和蜜秋,你是疯了吧? 你是个什么东西,也跟着你姐姐起哄。 我妈重重拧眉,眼里尽是一片凉意。 怎么,我不给你,也要造反吗? 我妈的嘲讽如意秉贱直直,往我心口里捅。 别以为你给家里添置了一点东西就了不起了,能做我的主了。 这个家,你爱呆呆,不爱呆滚,少在我面前,惹我革命。 和蜜东文言皱了皱眉。 妈,你说话太难听了,刚才大姐那么顶撞,也不见你骂她一句。 二姐不过是问一句,你为什么这个态度? 你怎么总欺负二姐啊? 爸爸也从来不管你们做大人的事,怎么回事,自己的孩子也是柿子捏软的吗? 我妈被和蜜东顶撞地忘了说话,倒是和蜜春一声冷笑。 蠢货,她也配合我比。 自己什么身份,自己不清楚吗? 哦,对了,她是不清楚。 和蜜春从她的座位上站起来,经过我玩味地瞥了我一眼,连自己在这个家的定位都找不清楚,就被人家推出来当枪使,蠢货,然后她自顾自地离开了。 可是她这句话却像根刺一样扎进了我心里。 和蜜春大闹一场的结果是,爸妈商量了一番,做了退步,答应也给她买一套二居室的小房子。 第二天,爸妈和蜜春和蜜东一家四口要出去看房,和蜜春和妈妈早好了,亲密地挽着胳膊,笑意融融。 妈妈犹豫地看向我,蜜秋,你去不去? 到时候在你大姐的房子里给你留间卧室。 你可以偶尔去住,可以跟着去看看,挑个你喜欢的,阳光照射进来的时候颇为刺眼,我的眼泪差一点就流下来,但我用力眨了眨眼,不去又不是给我买。 我妈冷笑,你可想好了,要是不去,连这间房也没有。 到时候别说我们不宫廷,什么也不给你爸爸在门口催。 快点,我一根烟都抽完了,你们怎么还不出来? 蜜秋不去就算了,正好留他在家看家吧。 老李一会要,过来拿锤子,家里不能没有人来了,也不知道我是做了什么孽,养这么一个活祖宗,一天天吊丧着脸,不知道是给谁看呢。 咱走,别管他。 我开始收拾行李,其实也没什么好拿的,这个家里我的东西少得可怜,不过是几件衣服,手机充电器,本不该回来的,从在外读书我就下定决心再也不回来了,可是我总架不住自己一次次对亲情的渴望。 心里总有个念想,节假日,尤其是像春节、中秋节这种传统的团圆节日,总会觉得特别孤独。 那种精神上的寒冷,让我无法抵御,所以哪怕这个家是冷漠的、嘲讽的、伤害的、刺激的,起码不是空荡荡的那种人气和烟火气如引阵之可斑,让我一次次回头,又一次次被伤得更深。 以前的不公只是小打小闹,无非是姐姐和弟弟的屋里安了空调,而我没有。 姐姐有新裙子可以穿,我只能穿裤子,姐姐的生活费比我高。 我都可以自我洗脑说服自己这不是不爱我。 他们怕热。 我不怕热。 姐姐喜欢穿裙子。 可我觉得穿裤子更方便。 姐姐吃得多用得多。 我比较节省。 可是现在,我好像没办法了。 拆迁分房子。 轮到我身上,得到的却是一顿责骂。 他们走后没多久,妈妈甚至打电话过来叫我提前把冰箱的牛肉和猪蹄拿出来,说着晚上做给他们吃,中午他们就不回来了,因为要在外面吃,好好庆祝一下拆迁之喜。 你到底要不要来? 你现在反悔想来还来得及,别到时候说我没叫你。 我拒绝后,我妈又说:"行,你不来也行,要不然拉着脸来扫大家的心,确实过分。 那你在家把卫生好好拾多一下,最近家里乱得不像样,还有卫生间里的脏衣服洗出来,洗衣机洗不干净,你洗完了拿出来再手洗一遍。 对了,家里的床单被套也顺便换换,反正你在家也没事做,与其刷手机浪费时间和流量,还不如活动呢。 妈,我打断了她。 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讨厌我?你不爱我,为什么要把我生出来?为什么你偏心偏成这样? 我……行了行了,我没时间陪你发神经,别忘了干我说的这些活。我妈干净利落挂了电话,手机那头传来嘟嘟嘟的声音。可能是太过伤心,我的心脏一阵脚痛,我抬手想按一按心口,却无意勾落了我妈放在柜台上的盒子,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一张泛黄地陈旧地带着大红戳的纸引起了我的注意。 看清了内容,我的心顿时量了半截。那是一张亲子鉴定书,鉴定人是我和爸爸,结果是非亲生父女关系,我整个人发软,双腿止不住地颤抖。等他们一家四口回来,已经是傍晚的事了。房道门打开,他们高兴地讨论着今天看的房子,其实那个房子还好,就是贵了点,等明天再去看看。 如果没有合适的,不行就要今天这个。我妈率先注意到客厅的狼急,当即不满,让你干点活,怎么这么不利索?我们出去了一整天,你什么也没干,该不会饭也没做吧?你都在家里干什么了? 和蜜春痴笑出声,估计在家赌气,和蜜东习惯性地和和蜜春抬杠,张嘴就对,大姐你还嫌不够乱吗?就少说几句吧,二姐是你的妹妹,不是你的敌人。 又呵,你是好人,那怎么不见你把爸妈给的房子给你二姐一套啊?动动嘴皮的好人,你可真会当。那也比你这落井下石的强。 行了,都别吵了,这一天的累死了。我爸不耐烦地打断,指着我妈直接下命令,快做饭,都饿了,外面是又贵量又少,中午我都没吃饱,我妈却瞅着我手中的纸张白了脸,她快步走上前,变了生气地尖叫。 好,你在家都胡翻些什么,怎么手那么贱呢?她扫描了一周,不知道想到什么,似放下心来,压下怒火。 你知道了?我撵着那张鉴定证明的手指越发用力,轻轻微笑。 是啊,都知道了。你知道了也好,你们都这么大了,也该知道真相了。 我妈强装镇定,身侧颤抖的手却泄露了她情绪的起伏。 什么真相啊?和蜜东下意识往我手里探头。 和蜜春倒是镇定,老神在在地给自己倒了杯水,不紧不慢地喝着。 爸爸紧促眉头,神色看起来也不太愉快。 爸妈,这怎么回事啊? 二姐不是爸爸的孩子。 那她是谁的孩子? 怎么会这样? 这是假的,开玩笑的吧? 和蜜东惊慌失措下,话又多又密。 他把检测报告拿给妈妈,妈妈却看也不看地推开,你是我们从孤儿院领养的。 当初有人给你算过,说你命里有弟弟,所以我们就领养了你。 所以你根本就不是我们亲生的孩子。 这些年,我们供你吃供你穿,也没有亏待你。 拿着你和你姐姐弟弟一样看待的,反倒是你,越大越不听话,只会气我和你爸。 既然让你发现,那我也就不满你了。 我妈口吻竭力平淡,如果不是我仔细捕捉,几乎发现不了她声线下的颤音。 所以你现在知道了,我们根本就不欠你的。 随着她说,我忍不住地笑,我妈如受惊般喝住我,你笑什么? 你不要吃里扒外,不知好歹,妈,您急什么呢? 与她的激动不同,我的声音又轻又淡,是怕我不信,还是怕我直接问到您脸上。 你胡说八道,我怕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走进房间,再度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蓝色的陈旧的日记本。 我妈看到日记本,整张脸惨湿血色。 您刚才进屋的时候是在找这个吧? 没有看到,所以以为她已经不见了。 也许早就丢了,也许当废纸卖了,所以我忍不住再度笑起来。 所以,您就可以胡说八道了,我不是爸爸的孩子,我也不是您的孩子吗? 我妈脸上肉眼可见的心虚,她想上前抢我手里的日记本,但我轻巧避过。 我爸满目震惊,回头看向我妈,恶狠狠地质问她,你不是说这个日记本早就烧了吗? 你骗我。 说来也挺狗血的。 爸爸不是妈妈的初恋,当初妈妈有个爱得死去活来的初恋,但是姥姥和姥爷死活不同意,因为那个男人爱赌。 后来妈妈被抢逼着分了手嫁给了爸爸,那个男人未躲情伤,离开了家乡。 又过去了几年,和蜜春刚满五岁。 那个男人带着赌赢的一笔巨款回来了,要带妈妈私奔,妈妈动心了,竟然真的抛弃和蜜春和爸爸,跟着他走了。 他们手里有钱,着实过了一段风流快活的好日子。 可是赌鬼怎么会有好下场? 那个男人因为在外得罪了人,被人砍死了,没了着落的妈妈,只好带着手里剩下的闲钱,重新投奔了爸爸。 爸爸当然心存芥蒂。 可是一个男人带着孩子本就艰难,爷爷奶奶家又穷得一贫如洗,再也掏不出钱来给他娶第二个媳妇。 妈妈带回来的钱又足够改良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一拍即合,再度在一起了。 他们高高兴兴地把房子翻新了一遍,正沉浸在新生活的喜悦里。 却在一次亲戚聚会上意外发现,有了我,本来是可以打掉的,但是医生说妈妈的子宫臂本来就薄,如果做流产手术,恐怕将终身难以再受孕, 要他们考虑清楚,而他们无疑不想再生个男孩继承血脉,因此犹豫不定。 再加上当时妈妈走时,动静并不大,爷爷奶奶对外只说妈妈出去打工了。 虽然村里有些流言蜚语,传得沸沸扬扬,但到底没有做事。 现在人回来了,肚子大了,又要打掉孩子。 爸爸是极好面子的人,不愿意。 众人猜测,当即决定打断牙齿和血吞,说什么也要让妈妈把我生下来。 对外一直说我是早产,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当了个活王八。 妈妈的嘴唇一直在颤抖,不断指着我。 你你,她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总是想不明白,同样是你的孩子,你为什么独独讨厌我。 还记得我从幼儿园兴冲冲拿回来的糕点献宝,急切地拿给你,满心指望你会高兴会夸我,结果你呢? 一巴掌打掉了,骂我是饿死鬼投胎,没见过好东西是不是这么丢人现眼。 从小到大,姐姐的衣柜里有各式各样的连衣裙,公主裙。 我呢?我都是裤子,没有一条裙子。 我羡慕呀,我趁着你带姐姐赶急,偷偷拿姐姐的裙子穿,你骂我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闭着眼把记忆深处里他恶劣嘲讽的语气学出来。 小小年纪就穿这么风骚,将来一定不是什么好货。 你从来都不忘用最恶毒的话来骂我,那么你骂的究竟是我,还是过去那个不守复道的你自己。 啪,他的手落在了我的脸上,也许是我的心里太痛了,也许是他的手太抖了,完全没什么力道,我竟然感觉不到疼。 你闭嘴,你给我闭嘴。 我妈歇斯底里地吼着,我爸重重地叹气,低头坐着,不发抑郁。 和蜜春也沉默了。 和蜜冬急切地翻着日记本,对当前的一切完全无法接受。 而我满腹的委屈和沉痛终于找到了发泄口。 我站起身,以更尖锐的声调对他吼回去,我为什么要闭嘴? 你怕什么? 怕我说得更难听,是吗? 是。 是的,我还有更难听的没说呢,在等你们回来的这一下午,我把我的前半生想了一个遍,我终于想明白了。 你恨的不是自己年少轻狂做错了事,恨的不是那个男人,是赌成命丢了性命,无法给你幸福,更不是姥姥姥爷逼迫你非要嫁给不爱你的男人,断了你的爱情。 你恨的是我,是我这颗最虐的种子,时时刻刻提醒你,做错了事,选错了人。 是我这根落在你婚姻中再也拔不掉的刺,时时刻刻提醒着爸爸,你是个不忠的女人。 我妈的泪不受控制地往下落,她恨极想要抬手打我,却被我推了回去,她自己一个踉枪摔倒在地。 你这个不孝子孙,你,我是你妈,你这样顶撞我,气我,你不得好死,你,我不会死的。 我挺直腰板,轻飘飘看向她,因为我要看着像你这样作恶多端的人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报应。 天理循环,报应不爽。 我等着看,我拖着早就收拾好的行李箱往外走。 一向对我没什么好脸色的和蜜春竟然挡在了我面前。 她神色复杂,妈妈再不好,也生养了你一场。 你闹也闹过了,见好就收吧。 难道还真要从此断了关系不成? 我的嘴炮一旦开启,就是无差别扫射,你又怕什么? 怕少了我这个垫背的,你皇太女的地位不保。 我是出于好心才劝你,你不要不识好歹。 她恼怒至极,我只是笑一个贫瘠恶心的底层家庭,总是需要一个最弱者作为发泄的。 你也很清楚这一点,不是吗? 她的眸光不断闪躲,之前是我,之后希望不是你。 我含着一缕淡漠却讽刺地笑往外走。 二姐,是何蜜东在身后急患,我顿了一下,终究什么也没说,将所有人甩在了门外。 烈日刺痛了眼瞼,我强忍了很久的泪,终于落了下来。 我一直在说服自己,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不要去计较爱的多少,难道我不希望他们好吗? 我闭着眼,鸵鸟般过日子,把原生家庭给的刺一点点用血肉碾碎了,当成爱来浇灌自己。 我想证明给他们看,我也能开出很灿烂的花来。 我的精神不曾平级过,可是原来阳光从未落过我的屋顶,我只不过是罪恶的产物。 我离家的第三日,我爸提着从家杀好的鸡找到我单位门口。 说来也好笑,我不喜其他肉食,唯独爱吃鸡,但是我家的鸡,两只鸡腿永远是弟弟和姐姐的。 我落在盘里的筷子,稍微一迟疑,我妈就会打我的手。 别乱翻乱捡,有没有礼貌就吃自己眼前的。 可是我的眼前永远都是鸡头、鸡皮等难以下咽的地方,鸡翅、鸡肉离我远远的,我委屈的眼泪都要往下掉。 爸爸会带着微笑打圆场,蜜秋爱吃鸡,等回头他走的时候给他杀一只,带着我次次回去。 他次次这么说,可我一次也没带走过,有时候我要走前会有意暗示我妈就会骂我。 你没看见这个小鸡刚养几天,还没胃大吗? 你怎么那么馋,一刻也等不了,姐姐弟弟没一个像你一样这么馋嘴的,真不知道你是像谁了。 而此刻,我看着爸爸手里提着的两只鸡,莫名地就想笑。 烫好了,鸡毛也拔干净了,还整整齐齐切成了小块,想来是费了不少事吧,真是用心良苦。 我不禁嘲讽地想,可能是因为我全程冷着脸,她觉得不太自在,放下东西后不断搓着手。 你妈她这几天天在家哭,难过得不得了,又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解释,所以我来了。 孩子,咱们有缘分才能成为一家人,对不对? 不管你是不是我的孩子,这么些年,我对你不错吧? 那你能不能听爸爸说句话? 你妈妈确实犯过错,但是爸爸都能原谅你,不能吗? 你原谅了吗? 我静静看着她,唇边弯起一抹淡淡的讽刺。 当然,这些年我对你们姐妹一视同仁。 爸爸毫不心虚地道,她甚至挺直了腰板,做得更正了些。 真的吗? 我微微勾起唇角,那么拆迁款也给我买一套房子如何? 她被我僵住了,神色顿时变得不太好看。 这个需要,问过你妈,你妈同意,我没意见。 我忍不住笑了,以前我总以为你窝囊平庸,没什么话语权。 在我们家当家的强势的那个是妈妈。 其实不是这样的,爸爸最聪明的就是你了,你用妈妈的错拿捏了她一辈子。 这几日我越想越明白,我妈的确对我不好,怒骂张口就来,毫不犹豫。 而我面上有时候还会替我打圆场,好像对我不错。 可是饭桌上,我骂骂我之前,是我爸的视线先落在了我的筷子上,然后轻轻醋了眉。 我提出要房子,爸爸先沉了脸。 我戳破实情,爸爸眼底的得意汹涌得有些厉害,弯起的唇角压都压不下去,虽然他出口的话是,你,真是疯魔了,把所有人都想得这么坏。 我一辈子老实厚道,让你说的我成什么人了,我知道他为什么得意。 一个人憋久了是很难受的,他的聪明才智因为人设不能为人所知,本就是一件很苦闷的事。 然而现在我看到了,看到他远远高于妈妈的聪慧,他便得到了一种奇怪的满足感。 明明他不能承认,明明他需要克制,但这种得意骄傲的情绪还是藏不住地从他的神情中跑出来。 我发自内心地觉得恶心。 爸爸,你太虚伪了,妈妈犯了错,你要是原谅不了,痛痛快快离婚。 我敬佩你是一条汉子,你要是不舍得离,真的能咽下这口气。 原谅妈妈,从此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 我也佩服你,胸襟肚量,过人你都没有,你既舍不得老婆孩子热炕头,又原谅不了妈妈,所以我成了你们的眼中刺,成了你们失败生活的发泄口。 你又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东西呢? 我拎着他拿来的东西将他赶出门外,我气得浑身都在颤抖, 但他丝毫不受影响,脸上依旧是那种淡到几乎讽刺的老好人的脸谱微笑。 你太小了,形势偏激,想法极端,爸爸不会生你的气的。 你再好好想明白了,我和你妈随时欢迎你回家。 想你妈。 我再没忍住冒出一句国骂,将门狠狠摔在他脸上。 和蜜东尝试联系了我好几次,小作文更是一段段地发给我,我都没有搭理,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想要一个什么结果,也许现在的互不打扰就是最好的结局。 恩仇相抵,他们供养了我。 的确有,但他们精神虐待我又何尝不是仇。 只要他们不来向我讨要这份恩,我便不会去想着怎么回报这份仇。 几个月后,我辞掉了当前这份文职工作,和朋友入股了一家婚纱店。 他出资,我出人,忙得不可开交。 听说我妈去我前单位找过我几次,没找到,我便落寞地回去了。 她的电话,微信,我早已拉黑,我没法面对她。 对着我爸,我尚且能接她一切,将她痛骂一顿,而对她我却连口都不想张,我甚至不能想起她。 只要想一想,整个世界就会再度塌陷下来,我会疯狂地用最大的恶意揣测全部的世界。 从小我就知道,她对我不好,我的底线一降再降,我已经不要求她爱我了,为了她一点点关心和善意,我可以卑微到底,可以自我破。 但我没想到,原来我的出生,从一开始承受的,就只有她的恨。 那本蓝色日记里,她甚至不肯给我明信,永远以那个东西纸袋,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我只是罪孽的产物,我本不该来到这个世界。 她看到我就想到那段愚蠢的过去,所以,她没法爱我。 她说她原谅自己了,她要先是自己,再是我的妈妈。 她打我的电话打不通,便借旁人的手机给我打来。 听出她声音的那一刻,我本要立时挂断,可她急切地唤住我,等一下,等一下。 和蜜秋,妈妈就说两句话,可以吗? 她在电话里嘀嘀地哭起来,你不见我,也不接我电话。 妈妈没法解释,但是我真的爱你,我知道我以前对你不够好,我偏心你姐姐弟弟,可是我身不由己啊,我年纪一大把了,离了你爸,我活不下去的。 她能容得下你本来就不容易,如果我再对你太好了,她怎么可能没意见呢? 但凡我自己有能力,我能赚钱,我当初就不会回来。 可是说到底,我对你也不错的,对吗? 好歹我让你把书念完了,还让你读了大学。 多少家庭不让孩子读书的,你要是遇到那样的父母不也没办法吗? 别那么小心,眼光寄妈妈不好的地方,也想想好处好吗? 有时候,我兄弟也是做给你爸爸看的,我总想着我对你差一点,他能对你好点,我一片苦心全都是为了你。 你就真的一点都不理解妈妈吗? 我妈越说越情真意切,语气甚至有些哽咽。 我心脏的疼痛又泛滥蔓延,我掐住手心,痛恨自己的没出息,想到爸爸被我骂却笑得开怀的模样。 我隐隐有种感觉,我和妈妈的决裂于她而言也是一场值得欣赏的笑话。 她在享受妈妈的痛苦,甚至亲自出手推动这场决裂。 我没法控制得有些心软,想开口提醒妈妈,她的枕边人何其卑劣。 可是,你是我领养的孩子,这些年我们供你吃供你穿,也没有亏待你,这些话犹在耳边,如果不是那个早该丢掉的日记本,恐怕我已经被洗脑到恨不得包了自己的血肉,供养他们,以报生养之恩。 她对我又何曾心软过半分,如一盆冷水落了下来,把我上头的情绪泼散了。 我冷静淡定地问她,爸爸说,只要你同意,房子可以给我一套,你同意吗? 羞耻感席卷全身,我努力说服自己,我只是在争取我平等的利益,并不是自不量力地试探我在她心里到底有多少分量。 我自欺欺人地想,这并不是为了爱所做的最后努力,可是我当然是同意的,可是电话里她急切地辩驳。 可是你一个女孩子早晚要嫁出去,你要房子有什么用呢? 傅家会给你房子的。 她的回答依旧如一记,重锤落了下来,把我砸成了一个可怜的笑话。 你大姐那人习惯争强好胜,妈妈也是没办法。 和蜜秋,你也知道你爸爸那人极度地好面子,又不肯做坏人,她嘴上虽然答应你了,但心里肯定不愿意你这样,就是难为我。 你想想看,你到底不是她亲生的孩子,要给你一套房子,她怎么可能真心愿意呢? 你明明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为什么非要难为妈妈呢? 如果是你将来结婚了,你的孩子不是你丈夫的,你好意思舔着脸,让那你丈夫给你的孩子一套房产吗? 你能不能不含偏见,设身处地为妈妈想想。 我被气笑了,无比讽刺地开口,直截了当地说,不给很难吗? 一定要扯上这么一长串。 你不用再试图给我洗脑了,我今年二十八岁,不是八岁,我有自己的判断,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有房子,有养老,没房子,我们彻底了断亲子关系。 那怎么行?我妈急了,你是我肚子掉下的骨肉,我养了你这么多年,花了多少精力和金钱? 你怎么可以一次赌气就全部不认了?我深深闭眼,养了我这么多年,她在意的自始至终果然只有沉没成本和投资回报率。 和蜜秋,你自己说,这二十多年没有我,你能长大吗?我缺你赤短,你穿了吗? 现在,你是翅膀硬了,自己能飞了,就一句往我的心窝上戳,早知道到头来,你这么恨我,那么当初我不如直接把你送人。 你只记恨我说话句句带刀,那这二十几年我的付出算什么?你告诉我算什么? 尽管竭力压制情绪,我的声线还是颤抖了。算你倒霉。 我挂了电话,捂着脸慢慢蹲下身。 不是爱的开始,本就不该去奢望善终的,不是吗? 绑架我的从来不是道德,自那以后,陌生电话我一律不接。 我妈想来找我,却赫然发现她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儿。 以往我每每和她分享我的日常时,她总不耐烦那点破事有什么好说的。 你有这闲工夫,不如去帮我把地脱了。 你住哪儿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才能去几回过年,亲朋好友见我不回去,问起时她脸上总有几分善善。 老二工作忙回不来,被好事的人追问极了,她会刻意抹黑我,为自己遮掩。 前段时间她信用卡欠了一屁股债,叫我们帮忙还,我们给还了一部分,可她还继续借,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我和她爸实在没能力了,她就生气了,再也不肯回来。 直到我堂妹唐香香特意打电话来问我,我才知道她把和蜜春的光荣事迹套到了我身上。 唐香香很无语,我说呢,怎么你们姐妹俩都在外面欠债? 原来是这样,小婶子可真有才,说起密,春节就说她改好了,已经不戒了,百般维护都是从她肚子里掉出来的肉,怎么差别这么大? 我云淡风轻,家丑外扬,当然不一样,人家嫡出的,我这个孽种怎么和人家比? 我把亲子鉴定和部分日记发给她,以防有用。 当时我就拍下了。 唐香香在微信那头瑟瑟发抖, 姐,这是我一个外人能够看到的吗? 你要不撤回,我挑眉,飞快打字,你没保存,唐香香被我揭穿,发来一张不好意思无嘴笑的表情包。 我保证小规模扩散,只告诉几个可靠的,她溜了。 但不出一天,所有亲戚都知道了。 我妈在家族群艾特我,叫我出来澄清,我这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家族群,想了想恶劣,在群里回了一个一,然后利落退群,唐香香又来找我道歉,对不起姐,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想到他们嘴那么快。 小沈和小叔在群里发飙了,要不要截图给你看? 她的八卦天性很快遮盖了那点微弱的歉意,她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本来大家是传言小叔在外面有人了,拆迁后小叔手里有钱了,总在外面喝酒,经常晚上不回来。 还有人看到她和别的女人搂搂抱抱,有人好事去问小沈,小沈特别淡定温柔,说小叔就不是那种人。 我们还以为是谣传,没想到小沈有更大的雷,两人这会儿正吵着呢? 唐香香把小群截图一张张发给我,我只看了几张,就大约有数了。 我爸果然故作无辜,假装刚知道我妈曾经背叛过他,大吵大闹要个交代,我妈当然不愿意被一盆脏水泼到底,不甘示弱回对, 他本来就知道是心甘情愿戴的绿帽给别人养孩子,两个人撕起来。 为了澄清自己,扯出不少见不得人的旧事,比如说前几年大伯大妈借的三万块,妈妈为了要钱闹得撕了脸,又吵又打的,结果原来是我爸在后面唆使的。 种种就是几乎把群里的亲戚好友都拨急了,我心里说不出是痛快还是悲凉。 看了一部分,就扣上了手机。 我知道家丑不外扬的道理我也明白,看客只不过是喜欢蚕食人性,并不是真的帮人区分对错。 可我没办法,除了这样,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我还能做什么? 那名不能总我一个人卑,善良和底线不应该成为受伤害的理由。 这一波阵仗闹得有点大,唐香香告诉我,他们要离婚了,财产都分割好了,民政局也去了,就等着一个月后的冷静期了。 我笑着告诉他,离不了。 一个月后,他崇拜地回来问我,你怎么知道他们离不了家? 都咱好几回了,小叔脸上一道道红痕,都是小沈抓的,小沈脸上也有淤青。 两个人对骂的时候,什么脏话都有,这还能一起过。 这怎么过呢? 怎么不能过呢? 不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吗? 只是以前一切眼于人后,甚至因为怕别人看出来,我妈会带着我们回娘家住几天,十几年都没有离,现在又怎么会离呢? 雷声大于点小,是他们的一贯作风。 你那个弟弟真是和小叔一路货色。 唐香香控制不住地对我吐槽,你知道他说什么? 他说,他对你很失望,没想到你这么恶毒,居然故意把家丑外扬,让小叔小沈差点离婚。 他说,他本来想把他那套房子给你的。 说得真好听,要给不早给了,现在来马后炮险着他了,婚纱店的生意越来越好。 三年后,我付了三十万的首付,终于在淮滨有了自己的家。 听说我爸妈这两年把拆迁款挥霍得不轻,投资理财更是赔了不少。 没了钱,我爸身边那些阴阴厌厌就不愿意奉陪了,身边顿时安静了很多。 我妈很满意,也不嫌日子苦,天天给我爸做好吃的补身体,过碗瓢盆地围着他转,但是我爸不行,他习惯了女人追捧,忽然一落寞,心里落差特别大。 他最开始想收回和蜜春的房子,但是和蜜春岂是省油的灯,吃下去的肉断然吐不出来,他只好把主意打到了和蜜冬身上。 爸爸哄他们说把房子拿回来,可以抵押出去做个大买卖,到时候赚了钱给大家买更大的房子,给妈妈买金银首饰。 妈妈高兴地眉开眼笑,和蜜春嗤之以鼻,反被妈妈臭骂了一通。 其实他现在回家也回得少了,因为他发现一切竟然被我说中了。 我离开以后的家,他成了那个垫背的,不管做什么说什么永远都是错,永远要挨骂。 只是这次偶然赶上了,他秉着死到有不死贫道的冷血原则,没有出言提醒。 和蜜冬虽然不太愿意,但毕竟年纪小,再加上妈妈在旁吹风,没了主见,真的把房子过户给了爸爸,爸爸又开始早出晚归地忙碌起来。 当爸爸和女人在外野战的风言风语传得近人街之时,妈妈极力在外帮爸爸辩白。 不可能,他在外做正经事是有人眼红他现在能赚钱,特意造谣他的,大家一定要相信他。 爸爸听说后很高兴,还特意回了一趟家,送了妈妈一对银耳钉,妈妈感动地带着洗澡睡觉都不摘。 和蜜春自从知道爸爸在外有人后,曾多次劝妈妈离婚,但是妈妈不领情不说,还把气出在他身上。 你一天天的,能不能怕我们点好?谁家孩子没事窜多父母离婚? 你自己年纪一大把了,不找对象不正常就算了,还见不得父母恩爱,你有病吧你。 和蜜春被弃得气血逆流,赌咒发誓以后再也不管了,他在外打工,也不大回家了。 财富是永恒流动的,而有的人的钱注定留不住,尤其是我爸这种没什么赚钱的本事,一辈子平庸无奇,却忽然靠运气富了,还成日白日做梦指望钱滚,钱越赚越多的他投了一个又一个项目, 可是他的认知和选择匹配不上,他的财富,没有一个项目不赔的,再加上他身边围绕的众多女人,今天抠一笔,明天要一笔,他的钱越来越少。 当我爸将所有的钱都败干净后,他想起了我。 他不知道从哪听来我混得不错,比姐姐弟弟都强,还靠自己买了房和车,便把主意打到我身上。 他想上法院起诉我,让我给他们付赡养费,却发现根本不知道我人在哪里。 于是,他开始四处查问我的消息。 唐香香不断提醒我,一定不要和家里人泄露你的位置和太多信息。 和我也别说,我怕我管不住嘴,我忍不住笑了,我没告诉他,其实没关系的,我早做准备了。 我的大部分工资和奖金红利都打到了国外的账号,国内的账号每个月工资明细只有两千,防的就是今天。 就算真的上了法庭,我真的败了。 诉一个月的赡养费二十万零三百,四百,不能再多了。 恶劣的心思一起,我忽然有些期待。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小姑子打我儿子,我把我三十八码的高跟鞋甩在小姑子脸上。 老公居然喊我给婆婆和小姑子道歉,我忍无可忍选择离婚,这一家人依旧对我不依不饶,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站在熙熙攘攘的客厅中,周围是一片喧嚣。 婆婆刚刚出院,家里人声鼎沸,一大群亲戚都来看望,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菜肴的香味,夹杂着大家的笑声和谈话声。 妈,你今天看起来气色不错,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掩盖住周围的喧闹,望着婆婆温和地说,我这老身子骨还能怎么样? 婆婆笑着回应,眼中却流露出一丝疲惫。 这时,一阵孩子的哭声打破了这片和谐。 我转头望去,只见小姑子正逗弄着我的儿子小雨,她一遍遍地抢走小雨的玩具,又装作要还给她。 每当小雨伸手去构时,她又将玩具举得更高。 小雨的脸上充满了无奈和愤怒, 最终,她忍不住怒骂了一声憨批。 我的心猛地一紧,急忙走过去。 小雨这样说话可不对,快跟姑姑道歉。 我严肃地看着她,心里却在想,这脏话一定是她跟她爸学的。 饭菜已经上桌,一桌丰盛的午餐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大家都准备围坐下来享受这顿丰盛的午餐。 然而,紧张的气氛仍旧笼罩着整个餐桌,仿佛一触即发。 突然,小姑子猛地伸手推了我一把,我和宝宝差点摔倒,我努力保持平衡,紧紧抱着宝宝,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 你这是干什么? 我怒吼着,小姑子却毫无悔意,她趁机上来想夺走宝宝,嘴里还喊着, 你别管,让我来管教管教她。 小雨一看到她气势汹汹地走来,吓得更加狂哭。 她一边哭一边骂,手脚乱挥乱踢,憨踢,她大声嚷着,我心疼得几乎要哭出来,但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显得软弱。 你再敢碰我儿子,我让你好看。 我瞪大眼睛怒视着她,整个房间的人都默不作声,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好像事不关己,任由小姑子无理取闹。 整个客厅一片死寂,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和小姑子之间。 婆婆坐在一旁,一开始还笑嘻嘻地看着我们,好像觉得这是一出好戏。 我感到一股怒火从心底升腾而上,我无法容忍小姑子如此态度,更无法忍受婆婆的冷漠。 我忍不住啪的一声,给了小姑子一个耳光,你凭什么打我? 小姑子尖叫着,一手准备扇向我的脸庞,你敢。 我穿着高跟鞋,直接一脚踹了过去,她躲开了,但我的脚还是擦到了她的衣服。 你这个疯女人 小姑子咆哮着,眼中充满了愤怒和不屑。 这时,婆婆突然站了起来,她的脸色阴沉,你个不像女人,居然敢打你小姑子,你哪来的资格? 客厅里的亲戚们这时候也反应过来,纷纷上前来拉架。 我看着她们那一张张恶然和惊恐的脸,心中的怒火更加翻腾,都是你们宠的。 我指着她们,声音哽咽,如果不是你们一直纵容她,她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知道这场风波已经无法平息,而我必须要站出来保护我和我的孩子。 婆婆坐在沙发上,眼角的泪水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我女儿命苦,你们都看到了,她从小就这么懂事,这么可怜。 她抹着眼泪,声音哽咽。 亲戚们纷纷劝我道歉,说我不该动手打人。 我站在客厅中央,感觉自己像是被围攻的城堡,孤立无援,只有一个舅妈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 这事儿确实不全是她的错,她指着我说,婆婆和舅妈立刻吵了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偏心事吗? 婆婆的脸色更加阴沉,我没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大家都有责任。 舅妈平静地说,婆婆一如既往拿小姑子年纪最小说是她最小,你们都应该让着她。 我忍不住反问她,她能晓得过幼儿园的孩子吗?她能晓得过我儿子吗? 整个客厅再次陷入了一片寂静,只有婆婆的抽气声和舅妈的叹息声在空气中回荡。 我站在那里,心中满是苦涩,但我知道,我不能退缩,我要为自己和我的孩子争取公平。 我转身进屋,把儿子抱在怀里,决定离开这个充满了冲突和痛苦的地方。 我走出来,手里紧紧抓着儿子的奶瓶和包裹,一脸决绝,你要去哪儿? 亲戚们纷纷上前来拦我,有的拉扯着我,有的试图抢走我手里的奶瓶和包裹。 我怒吼着,都给我滚开,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我怒视着老公,心中想着他是不是也要站出来打我。 老公脸色铁青,双拳紧握,他冲我吼道,你给我妈和我妹道歉,现在就道歉。 我看着他,心中满是失望和痛苦,我为什么要道歉? 我做错了什么?你打了我妹,你还问我为什么要道歉?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眼中充满了愤怒。 我冷笑着,好,既然这样,我们离婚,我不想再和你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 整个客厅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看着我们,没有人说话,我紧紧抱着儿子转身走向门口,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带着孩子先找了个酒店住着,心中又愤怒又委屈,突然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拿起来一看,是家族群的消息。 今天这事情闹得有点大,老公一家又是大家,族群里热闹非凡,婆婆和小姑子在家族群里公然发言,说我如何不懂事,如何不尊重长辈。 有些亲戚甚至开始相信他们的话,对我产生了误解。 但我不愿,现在就在群里做那些苍白无力的解释,我会再附送点礼物给他们,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真相,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我回想起了那一天,我们一家在街上逛街,我老公和小姑子恰好我们遇到了一个女生,小姑子和他打了个招呼,那个女生却立刻转身跑了,老公还调侃小姑子怎么了?是抢了人家的男朋友吗? 小姑子急忙喊着让老公不要乱说,他只是个高中同学。 我心里一脸直觉告诉我,那天的事情肯定不对劲。 我知道小姑子和老公是一个高中的,只是不同班,于是我决定回到小姑子的高中,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他的秘密。 我找到了小姑子的班主任,一问之下才知道小姑子小时候就是个校园恶霸,他小时候就经常欺负同学。 班主任叹息着说,我顺着这条线索找到了小姑子的一位同学,他含着泪告诉我,他小时候曾经受过小姑子的欺负,他把我堵在厕所,还喊来男同学观看。 他哽咽着说,听着他的叙述,我的心揪得紧紧的。 我安慰了他一会儿,然后默默离开了。 你要坚强。 我轻声对他说,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我深吸一口气,将那位同学讲话的录音,还有那天在婆婆家里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整理好,一一上传到家族群里。 我心中紧张而坚定,我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楚是谁在这一家庭中拨下了恶意的种子。 大家好,我想你们都有权利知道一些事情。 我输入着心跳加速,随着证据的一一展现,家族群里顿时变得一片混乱。 一时间,群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有的亲戚开始质疑婆婆和小姑子,有的则认为我是在制造时端,更有的是在劝和。 这是真的吗?自己女儿做了这么多荒唐事,还不好好管教管教,给我们家族丢脸吗? 一些亲戚开始质疑:"这都是些什么鬼话?你们家的事情就不能好好解决吗?"非要在这里吵来吵去。有的亲戚则显得不耐烦,这都是误会……误会。 我们家从来都是和美美的婆婆急忙辨解,声音中满是焦虑。 是啊,我们只是开玩笑,你们怎么能当真呢?小姑子也跟着说道,但她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恼怒。 我紧紧握住手机,看着屏幕上此起彼伏的消息,开始看戏。 我紧紧盯着手机屏幕上的匿名威胁信息,心中的怒火翻涌,这些信息充满了恶意,试图让我撤回我的言论,让我闭嘴。 你最好小心点,别再乱说话了。一条匿名信息写着:"你要是再不撤回并好好解释,你会后悔的。 另一条信息威胁到我知道,这些信息背后的黑手,就是婆婆和小姑子,他们企图用这种低级幼稚的手段来恐吓我,来封锁我的嘴,他们真以为我会被这种小学生水平的威胁吓到。 真以为我会因为这几条匿名信息就退缩。 真是贼喊捉贼,幼稚至极。 我冷笑着将手机放下,我坐直了身体,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风暴。 他们的这些小动作,只会让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他们的真面目。 我坐在律师的办公室里,打算收集好这些证据,以诽谤、恐吓的罪名让他们吃苦头。 律师仔细地研究着我提供的证据,不时地点头,这些证据非常有利。 他抬头看着我说:"我们有很大的胜算。 我紧握双拳,这一刻我只想让婆婆和小姑子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代价。 与此同时,婆婆和小姑子得知我正准备起诉他们,他们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他们开始四处寻求帮助,试图找人说情,化解这场危机。 他们焦头烂额地四处奔波,试图找到能够帮助他们的人,但是他们的行为已经让大家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 很少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就算站在他们那面低,也不要出面,毕竟这种事情多丢人,一些亲戚对他们唯恐避之不及,不想掺和这种本就说不清道不明的家事,反而惹一身心。 我带着孩子回到了父母家中,向爸妈说明了那天发生的事,尤其是婆婆,小姑子欺辱我也就罢了。 连丈夫也不替我说句话,爸妈虽然劝我心平气和点,但那样的家庭,我不想再待了。 这样的事情发生太多次,不久,婆婆和小姑子居然也跑到我父母家中来,一进门就开始哭诉,怨声再道,仿佛他们才是受害者。 婆婆哭着说,眼泪和鼻涕交织,我们一直把她当亲人,没想到她会这样对我们。 你们看看你们的女儿,这样欺负我,我必须要一个公道。 小姑子愤怒地喊着,她的脸红得像一颗熟透的苹果。 我父母听后,气得脸色铁青,他们痛斥婆婆和小姑子的无耻行为,并毫不留情地将他们赶出了家门。 我看着父母愤怒的脸庞,一脸的感激和歉疚,这下他们不会再劝我回去,总算看清楚了婆婆一家的嘴脸,你们这些不要脸的,还有脸来我们家哭诉。 爸爸怒吼着,她的声音震得屋内的玻璃都在颤动。快滚,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们眼前。 妈妈愤怒地指着门外,她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和怒火。 婆婆和小姑子被赶出门后,他们却并未离开,反而站在门口砸门大声叫骂。 他们的声音刺耳而尖锐,像是要刺破这宁静的夜空。 你们这是什么态度?我们是长辈。 婆婆怒吼着,她的脸上挂着的泪痕和怒火。你们这是对长辈的尊重吗?我妈年龄比你们都大,你们就这样欺负人。 小姑子尖声喊着,她的眼中充满了愤怒和仇恨。你们会遭天谴的。 我站在窗边看着门外的这一幕,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于是端起一盆冰冷刺骨的水,猛地推开门,将水泼向婆婆和小姑子。 水花似箭,他们被泼得湿透,他们愣在原地,一时无语,仿佛被重击打中,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的可笑和无助。 看到他们无法站到上风,我心中暗自得意。我冷冷地说:"你们清醒点,再敢叫,下次泼得是滚烫的开水。 我的声音冷漠而坚定,让他们无从反驳。你……你简直不是人婆虐。气急败坏地指着我,她的脸红得像一块烧红的铁。 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东西,你等着,我们不会就这样算了的。小姑子咬牙切齿地说:"一时间愤怒无比,却又拿我无可奈何。 他们骂了几句,见无法得逞,便气呼呼地离开了。不过,婆婆和小姑子的行为逐渐被更多的人知道。 他们曾经在亲戚朋友中建立的金字塔般的形象开始崩塌。一些知情的亲戚开始站出来。他们在网络上指责婆婆和小姑子的行为,要求他们当众道歉。他们这样做太过分了。 一位叔叔愤怒地发表评论:"有这样的亲戚简直是我们的耻辱,丢人丢到姥姥家。 然而,婆婆和小姑子脸皮厚得很,他们拒绝道歉,坚持他们是被冤枉的,声称是我在故意制造事端,企图破坏家庭和谐。他们的脸上挂着无辜和委屈,我们什么都没做错。 婆婆在家族群里大声辩解。这都是这个长舌妇一手制造的谎言。她是个破坏者。这导致了家族之间的更大的分裂。一部分人相信婆婆和小姑子,认为我是在制造事端。而另一部分人则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愤怒和失望。 家族群里一时间争论不断,指责声,辩解声,此起彼伏。一些亲戚开始质疑家族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而另一些人则坚定地站在婆婆和小姑子一边,认为我是个家庭的破坏者。 家族群里的争论愈演愈烈,为了解决这场家庭危机,一场家族大会被召开。 我本不想来,但舅妈打电话给我说看好戏,那我肯定愿意。 我知道这将是一场硬仗,但我必须去,我必须为自己证明。 大会上气氛紧张至极,双方争论不休,我冷静地陈述着事实,而婆婆和小姑子则不断地打断我,企图混淆视听,这都是她编造的。 小姑子尖声喊道,她的脸红得像一块火烧砖,她就是想破坏我们家的和谐。 我不过是替她管教一下儿子,她就动手,哪有这样不讲理的?我深呼吸,努力保持冷静,我说的都是事实,我有证据,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而坚定,不让他们看出我的愤怒。 婆婆则哭着说,我们一直把她当亲人,没想到她会这样对我们。 她的眼泪划过皱纹深深的脸颊,但我知道那只是她的伪装。 场面一度失控,亲戚们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有的指责我,有的则质疑婆婆和小姑子。 大会上,各种声音此起彼伏,一片混乱,每个人都在尽量大声地说话,试图压过别人的声音。 而我那个前夫此时只是站在角落里,话也不敢讲一句,真是让人摇头。 夫妻这么多年的情分也在此刻消耗殆尽,她的眼神犹疑不定,像个丧家之犬。 只有讲我的时候能耐,现在家族大会屁都不敢放一个,她的懦弱和无能再一次让我看清了她的真面目。 我站在客厅的一角,目光穿过一片混乱,定格在婆婆和小姑子的脸上。 大会厅里,一位之前一直沉默的亲戚站了出来,她的声音坚定而清晰,每个字都像是一把利刃,划破了原本就紧绷的气氛。 丢人家族竟发生这样的事情。 她的目光扫过大厅。 今天,我将替祖宗惩治两个给家族抹黑的东西。 一时间,大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她的身上。 她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详细地描述婆婆和小姑子如何在背后诋毁我,如何操纵家族成员,甚至窃取家族财产。 她展示了一系列的证据,包括聊天记录、银行转账记录和一些签署的合同。 家长里短算小事,但这些都是你们不可逃避的证据。 她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大厅里一片寂静,只有她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 每个人都被她的话震撼到了,一些亲戚开始低声议论,而一些原本支持婆婆和小姑子的人则低下了头,不敢看我的眼睛。 婆婆和小姑子的脸色苍白,他们试图辩解,但他们的话语无法掩盖他们的罪行。 我们一直被他们蒙在鼓里,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婆婆和小姑子被逼得无处可退,他们的名声已经臭了,家族中的人开始公然指责他们,要求他们为此道歉。 婆婆和小姑子被迫站在大厅中间,面对着一众家族成员。 他们的脸上写满了不情愿和羞愧,他们的声音低沉而生硬。 我们,我们会把钱都还上,下个月就还。 他们的眼神游离不定,避开了每一双审视的眼睛。 家族成员不满足他们的眼神转向我,你们还欠他一个道歉。 一位长辈严厉地指着我说:"婆婆和小姑子的脸色更加难看, 他们歪着头,嘴角抽搐着,勉强向我道歉。对不起,他们的声音几乎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 我微笑着,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大度和宽容。 没关系,我原谅你们了。 我尽量让我的声音听起来轻松和愉快,但心中却是另一番滋味。 然后我那个前夫走上前来,他的脸上满是尴尬和愧疚,甚至不敢直视我。 他拉着婆婆和小姑子的手,快步走出了家族大厅。 他们的背影在门外逐渐消失,留下的是一片沉默和无言的交流。 大厅中各种眼神在交汇,这一刻,似乎每个人都在反思,都在沉浸在这一场家族风波带来的影响中。 婆婆他们的身影刚消失在大厅的门外,舅妈就迅速拉着我到一旁,眼中闪烁着一种复杂的光芒,她紧紧握着我的手。 你知道吗? 舅舅她一直都对你婆婆那一家子耿耿于怀。 我一愣,没想到舅舅会有这样的心结。 舅妈深深叹了口气,从小到大,他们一直都把舅舅当作提款机,一直被压榨得够呛,她心里早就积压了一肚子的火。 但是,你也知道,他们毕竟是亲戚,也不好明目张胆地和他们翻脸。 这段时间,家族账面上的数字越来越不对劲,我们才开始深入调查。 舅妈的眼中闪过一丝犀利的光,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们干的好事。 我听着心中五味杂陈,舅妈继续说,舅舅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家族。 李诗仁,他们也都震惊了,舅妈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支持你,从你嫁进来的那一天开始,我就觉得你是个好媳妇,现在你终于可以摆脱他们,可以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了。 我心中一暖,舅妈的话让我感到一丝温暖和力量。 你要是以后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我们一家人都会支持你的。 我看着舅妈坚定的眼神,心中充满了感激。 婆婆和小姑子向来都是灰金如土,买东西从不皱眉头看价格,仿佛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我们家的账单我是一点都看不到的。 我只知道每当有一笔钱进涨,转眼间就被花得一干二净。 因为他们从不让我管钱,所以我也从不会透露我究竟有多少存款。 如果家族大会的说法属实,那么婆婆和小姑子手中的钱都是从家族财产中窃取来的。 我暗自盘算,他们这么大手大脚的花法,现在应该是用得差不多了,下个月要还钱,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还。 前夫一直没有稳定工作,小姑子则是天天逛街购物,而婆婆则是整天和邻居八卦。 我开始对他们的承诺产生了深深的疑惑。 我们家所住的小区离婆婆家其实并不远。一天晚上,我出门散步时,偶然看到婆婆和小姑子鬼鬼祟祟地离开了小区。 我的好奇心被即刻点燃,我决定悄悄跟上去看看。我躲在暗处,看着他们两个快步走着,窃窃私语,不时地四处张望。 我紧紧跟在他们后面,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我跟着婆婆和小姑子,发现他们居然走进了一家夜总会。 我心中暗笑,这两个人是不是忘了自己还欠着一大笔钱,居然还有心思出来挥霍。 我迅速拿出手机,打开录像模式,准备将他们纸醉金迷,挥金如土地一刻录下来,然后发到家族群里,让所有人都看看他们的真面目。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夜总会的门。 然而眼前的一幕让我万万没想到,婆婆和小姑子竟然和一个光头胖男人在一起。 婆婆的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还对那男人说:「今天你要是满意了,可得多给点钱。」 我!而小姑子则是边上陪笑,那一幕简直油腻至极,我心中冷笑,这次我要让他们彻底地露出他们的真面目,让他们无处可藏。 我迅速走出了那扇让我目瞪口呆的门,拨打了报警电话。 我尽量稳定自己的语调,举报这里有非法交易活动。 不久,警方就赶到了现场,我躲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发生。 小姑子面色惊慌,手忙脚乱地扯着她的丝袜走了出来,她的脸上满是恐慌和羞愧。 而婆婆则是头发散乱地被警官带了出来,她的脸上还挂着未消散的妆容,看起来滑稽至极。 我站在暗处,看着他们被警方带走的背影,心中的怒火得到了一丝释放。 我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刻,他们的虚伪和卑鄙终于无处可藏。 在他们被警方带走后,我没有丝毫地犹豫,立刻开始了新一轮的法律行动。 这一次,我要让他们在牢狱中度过余生,让他们真正体会到孤独和绝望。 法庭的氛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张和严肃,婆婆和小姑子被铁链锁着,他们的脸上满是绝望。 我站在法庭的一方,目光坚定地看着他们,心中没有一丝的怜悯和软弱。 法官审理了所有的证据和陈述,最终做出了判决。 婆婆和小姑子被判处了五年,足够让他们常教训我。 走出法庭,我为自己的胜利感到欣慰,然而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要重新开始我的生活,追求我的幸福和未来。 我得知前夫的消息时,震惊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原来,由于婆婆和小姑子都被关进了监狱,她失去了经济来源,居然无法无天倒在街上进行抢劫。 她的行为愚蠢至极,最终被警方抓获。 我坐在家中看着新闻上报道她被捕的消息,心中既有怒火,也有淡淡地哀伤。 我不禁反思,当初我是怎么会看上她的愚蠢和无能,她的软弱和依赖都让我感到无比的失望和痛心。 我曾经以为她会是我的依靠,会是我生活的伴侣,但现在看来,她不过是一个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承担的废物。 我摇摇头,试图将这些不愉快的回忆抛诸脑后。 我需要重新开始,我不能让这些过去的阴影继续困扰我的生活。 我站起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决定将这一切都留在过去,开始我的新生活。